大家好 我是阿美族朋友 肩膀的Gabba 就是年轻人的意思 但是我是Gabba的好朋友 陈凯伦 今天给大家请到 这位好朋友 很久很久 没有不轻易的 在一些媒体上曝光 他现在一心向主 但是话说从头 90年代 他也是方济为之后的 另外一位军中情人婆受 欢迎 也是年度畅销歌手 他的吻合类 在我们节目当中 你已经听到了吧 那就是周子涵 欢迎你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泰雅族的好朋友周子涵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单元出现吗 hold住你的麦克风 嗯 不知道 哦哦 我在两年之前呢 要进到这边来的时候 正好我出书 我就打电话给各电台 因为想电台是让我最放心 可以去打说分享 对对聊聊天的一个媒体 就就打到原住民台 就碰到了 廖伟凡 那时候是我们的 创台经理 他就第一句话就说 你是来自投罗网的吧 我说啊 我们正好有个十二点到两点的时间 你要不要来 先来救救火吧 就上吧 嗯 就这样子 我就带了一个年轻人 是我同学的儿子 是一个人住民 阿美族歌唱得很好 但是完全不敢讲话 比较羞涩 我就带他坐在你的位置 可是我们当时在外头录的 是 后来他就变成对面 凌空式的位置 就一点一点 大概带了一年多 他才开始懂得讲话 这真的是每天的时间两小时 这样磨出来的 是 后来我就想 因为他我就设计单元叫 hold住你的麦克风 嗯 因为你唱歌也要hold 对不对 刚刚我们那个学弟维园吗 你看他又想做主持 他学的是戏剧表演 但他偏偏他的天分 我在第一次跟他合作拍照的时候 我一看我就知道 他不输那个二三十年的摄影老将 因为他有那个feel那个灵感 那想听了吗 他现在一定很渴望听听看 小子涵姐姐来做一个分析吧 你刚刚在看 没有我觉得他如果 如果是要走幕后的话 当然就不会 在这个外形有特别什么要求 不过现在因为这个媒体的开放 所谓的自媒体 融媒体 各式各样的媒体都能够 再怎么样都是一个秀 一个展现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不单单 他可以从他的几个摄影角 就是你可能因着摄影 让人家关注到你这个人 在做其他的表演的时候 可能人家会更重视 如果你现在一出来的话 可能比如说你喜欢唱歌 势必要透过比赛 要不然就来你自己的媒体唱 唱到别人觉得说你唱实在太好了 对 才会引起关注 那演戏更是 我觉得演戏真的是不是靠一个人的 因为很难一个人演独角戏 所以就跟歌手最大的差别 歌手只要进入一室把歌唱好拿出来 有这么多人协助你把你捧红 或者是在各个媒体曝光 可是演戏就很难啦 你真的需要团队造就出一个演员 所以演戏这方面我觉得真的是 不但需要更多的演技的琢磨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很棒的舞台跟团队 周子昂刚刚讲的一点很中肯 这一次得到金钟奖的某一位男的演员 他就说谁演我的角色都会得奖 重点就是团队 这个团队选到了你以后 基本上是恰如其分进来 但是因为他剧本各方面太强了 你怎么会不出来 对不对 这就是印证了你刚刚讲的 所以你的 你的确是到了一个水平了 那你看他刚刚主持 或者我们吉星家唱两句 还真的唱一句 然后最后还演了一段 这样乍看 以你走了30年经验 你会告诉他 第一顺位最好放在哪里比较合适 第一顺位 我当然是没有看过他 你说他的 刚刚那样子就是秀出来了 我以为你说那个演艺作品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看过很多 应该如果讲直觉一点 就是说这孩子就是学生的 对 就是学生 在学生程度当中就是OK 就是学生可以表现出来的 那现在很多跟他们同企的 我知道很多艺人的小孩 还有很多孩子都在读类似的课班 然后也很多演出的机会 我觉得你要出来竞争的就是这些同时代的人 同世代的人 所以要比别人更多的学习观摩 更多的去揣摩这个演戏 不要特别只看那些台面上 我们认得那几个明星演员 真的有非常多非常多是真的是硬底子的 或许他们的知名度没有这么高 但是真的是表演是要下功夫的 虽然有一点浑然天成 遗传或者是这个恩赐 那我们讲 但是真正后天的这个磨练跟这个 这个就是不断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 老天爷一定给了每个人某一种恩赐 在你身上 自己可能不自觉 就像以我来讲呢 我第一个梦想 绝对不是做演员跟主持人 我只想当歌星 对嘛 对 一片就挂出了第一张片就挂掉了 就是那个我觉得时代跟那个 对不对 然后现在在唱歌觉得现唱的比以前好 可是时代不同了 懂吗 现在不是你的时代 我想你是指我的意思 所以好唱歌第一个梦想 第二个演员 真的是懵懵懂懂被推进去 就是开始演戏 这叫演戏 根本不知道什么 对就这样子 在演戏里做了这么多年 好它是我的基础 可是我从演戏当中 我体会到一个经验就是 我好像从小开始 只要演那个感动的戏 往往会赚人热泪 所以慢慢再回到广播主持 以后我才发现 原来我做感动温暖的节目 比较抓得住听众的耳朵 你看都是我们这些年来 慢慢摸索过来的 是吧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当年我从做幕后 带艺人上节目 到自己我上节目 可能跟真的是少有少有 就是在主持界里面的主持人 非常非常用心的 坦白说真的 因为我们看过太多主持人 就是节目的方式啦 都希望就是最好你们讲什么 你们预备好的 然后甚至到了现场还会 慌慌张张的 中间不知道要说什么 或是现场才cue 当然就是什么样主持人都有 可是就是可能也是环境啊 或是他的媒体就是在主流嘛 所以但是凯恩哥虽然当时从AM开始做啊 听到我今天讲讲AM就是调幅电台 对调幅啊 很不容易播到啊 没有立体声的还会刷刷刷 一片就会听到别人别家的声音的时代 就非常非常用心什么欢乐六点半 欢乐九九九 欢乐六三零 对六三我都还记得非常非常用心 他就我主持人 我非常当时他从我的这个小档案设计出了题目 然后反问我自己我还想了半天 然后去答他出的题目 然后觉得哎呀怎么有主持人这么用心 所以这真的是又放在对的地方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真的是重点 可以感动人你知道去摸那个艺人 他他可以挖出人家心里面的一些东西 然后就很容易产生共鸣 所以你看我们我跟周子涵两个 虽然在讲一个违缘的故事 其实是告诉听众朋友 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有几把刷子 先后次序 有一个一定是市场要你的 有一个是自己爽的 可当你做大众市场的时候 不能自己爽 是要大众接受的 这个东西还必须要慢慢历练 可是每一个阶段绝对都不会白过的 好不好 做参考 不过其实我跟你点的我很压抑 张正月 张正月 因为你知道他平常唱歌都觉得他有点就是皮皮的 这种重男孩子 原住民非常可爱 但是他这首歌我当然有个故事背景 就跟他讲说他很受欢迎吗 可能有歌迷发生意外了 就是好像责任是在他 虽然人家说他不是他 但是他创作人就可以透过这些事件 然后有些灵感 就可以创作一首歌让人家产生共鸣 最重要的是虽然是很轻快的一首歌 轻R&B或者是整个有点轻摇滚的感觉 但是就让人家觉得说我们就是珍惜我们身边拥有的一切 这些人事物都不会白白的出现在你面前 对对对对对 看看张正月在2007年大家都说他因为这一张唱片这首歌 闲鱼翻身 因为这首歌本来的名字叫什么 叫来得及 提醒你一定要来得及 但就算是根据网络的故事写的提醒大家珍惜生命 但是唱片公司觉得如果不要再来得及 叫思念是一种病可能会多卖一些唱片 果然就卖 果然 有的时候唱片公司 这就是企划 对 我们来欣赏周子涵特别点给大家 张正月这首好歌 思念是一种病 这首歌是一种病毒的故事写的